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非美学品牌主理人 我们欢迎肖曼菲来做我们的创业访谈 Hello Hi 大家好 我是曼菲 是 我们的曼菲老师原本是一个珠宝的品牌设计师的嘛 对 那其实这个您的这个资历其实很久了 对不对 是 是有十几长啊 十几年了 十几年的工作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做一个创业的一个契机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做珠宝设计在人家的公司里面上班也很长一段时间 那每个设计师都会有一个梦想 想要自己自创一个品牌 是 所以还有就是我觉得 如果只是做珠宝设计 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做的这个高端的定制 是 那我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珠宝 可以让一般人也可以配戴的 然后比较平价一点的 所以我最后就是自己出来创立一个品牌 是 我觉得这个创业东西非常好 因为毕竟台湾的女孩子 可能 我觉得在搭配跟视频爱好者来讲 其实 他的年龄其实是有一点偏年轻化 其实年轻的族群也很喜欢 可是对于高端的一个定制品 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力 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一块可以帮助到他们 对 可是我们的曼菲老师在这个品牌上面 其实也帮助你走出自己一个特色 对不对 但是创业初期我们一定会有困难 所以为了突破这个困难 我们还做了很多学习 我们来分享一下 没错 就是因为 尤其是我在刚创业的时候 那因为有员工 然后就会有员工询问我说 那客人如果来的话他要买东西 我怎么判断说 我该介绍什么给他 比如说戒指或项链 他有金色银色 然后可能还有玫瑰金 或是有亮面雾面 我怎么知道这个客人进来 我要推荐他什么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会 就是我们很常跟客人讲说 都很好看啊 你可以包色什么的 但我以我个人 我就会觉得说 我希望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买到 你根本用不到的 这样就是浪费钱 所以我就开始钻研 想说有没有一个有逻辑的方式 然后可以帮助 我训练员工也好 或者是之后来服务客人 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做研究 所以其实基于这个 好胜求知 我觉得我们希望 好好运用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 其实我们还到海外进球 对对对 就是有到日本啊 甚至我学珠宝的时候也是有到意大利啊 或国外去 是 所以其实除了日本的一个学习 我们也透过一个韩国不同面向 对对 来帮助自己可能做一个更统整的一个分享 然后他可以再 算是融合结合 适合于我们台湾女孩子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不管是 饰品的搭配 或者是说 我们讲到每个人的风格 或者是色彩 每个地区呢 他有他的文化的特性 对 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找到的 的产品 他的类别 或他的样式 或他的款式 然后颜色 也会稍有不同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很常都是跟风 欧美喜欢 欧美或是日本或韩国 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我们台 属于我们台湾人 适合台湾人的东西 是会有台湾的 一个毕竟文化差异性 对 每个人喜欢 比如说国别喜欢上的 饰品的 也会不太多 对对对 日本喜欢 日本会很喜欢很小的 他有精致型 对 可是很小就但也没看到啊 对 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是 我觉得这真的很看风格 所以其实是需要融会贯通的 那我们来分享说 其实我们在日本学习的 包含可能还有色彩的部分 也有服装搭配 对对 是 所以其实结合这一部分 我们有融合自己的一个 一个方向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在这个 我们的非美学 这个品牌 一个经营的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首先我们会让你了解你自己 每一个人如果了解了 自己的优点之后 他就会知道 怎么样的佩戴 自己是好看的 还有怎么样穿搭 是适合自己的 他会把你的优点 图现出来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对 只是有可能你还没发现 对 这个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然后再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每一个 我们在每一个女孩子 他来到我们的品牌 其实我们非美学 就会提供我们的一个 相关性的服务 对不对 是 来分享我们在这里 一个服务的方向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能就会针对 每一个人来了以后 做一个咨询 那我们就会可能帮你 做色彩的分析 对 言行的分析 还有你骨骼骨架的分析 是 最后呢 你就可以有一套 有逻辑的系统 知道说 我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不适合什么 然后还有我适合的衣服的版型 还有布料 还有花色 进而最后就是来到细节的部分 知道我们的饰品要怎么搭配 我适合戴什么样的项链 粗的细的 然后我适合什么款式 很花俏的 可爱的 还是简洁的 每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样子 听得出来 因为我们珠宝设计师的专业 就是细节控 所以其实一个小小的配件 它反而会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差异化的 对 画廊点睛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就是 我刚刚有听到说 其实我们是从一个整体面 先去做分享 先从大的区块去做切 切入 然后再来再往小方向 然后刚刚有听到 我们的布料材质这个也会 有 对 就是厚薄度 还有软硬度 然后还有衣服上面的花色 有的人可能适合格子的 可是有些人就不适合 那还有人适合花 可是花也有分小花跟大花 那你是适合哪一种 你穿错的人就像春菇 对不对 或是穿起来像那个阿嬷 大妈 有没有 所以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可能个案在 在这里 在老师这边 我们可以先得到可能是有个人的分析 也可以得到一些团体课程的一个分享是吗 是 如果说你对个人色彩还没有那么了解 或是说你可能预算没有那么多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第一次就做整个完整的一顿 对那你就可以从小班制的课程 那个入门的至少知道我们适合什么颜色 不适合什么颜色是最基础的开始来做 先去就有一个切入点的分析 对然后这个部分还会加入彩妆 我们常常很多人买了很多彩妆品不知道怎么使用 那这个最基础的部分就会知道颜色彩妆的颜色 还有衣服的颜色 是 那我很好奇喔 学生们还有可能是可以比如说 从他自己一个现有的一个 比如说彩妆盒的方向 就是他自己拥有的产品 来帮老师 请老师做鉴定 可以我一定会请要做的人 把他的东西通通带过来 更了解他到底购买喜庆是什么 他到底买什么买了什么 那拿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色卡 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会一个一个图 图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我们再来对这种比如说像这种 如果说你适合的是这个 但是你买到的是这个 一个冷生一个冷生差很大 那我们一比较就知道了 然后什么是适合的我们把它挑出来 什么是不适合的 我们就把它送人 断舍离以后不要再买了 那这样子方向就对了 至少最基础的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个 进步的空间了 至少我们买对方向我们省钱喔 对对对对 刚刚老师拿出来的色卡 在老师手上叫工具喔 但我们眼中看起来像乱麻 所以你们要来色色才会了解解密 真的因为在我们眼中其实 就是统一你知道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粉色系啊 可能是粉红色 红色调的感觉喔 但其实它每一个颜色色块的区分 其实在每个人身上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加分的效果 没错 这就是我们学校老师专业的地方了 再有请老师来分享喔 在我们这边啊 就是创造自己的品牌之后 我觉得老师获得的成就感来源最大的是什么 客人的回馈 就是学生的回馈 就是我刚刚有分享过一个就是说 当客人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 然后眼神暗淡无光 然后也没有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咨询的表格上面还写了 比如你问他有什么优点 对身体有没有满意的地方 自身的身材有没有满意的地方 他都写没有 然后我还有遇过有写说 他觉得他看起来很磕薄 我那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看到他的人 我收到那个单子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他来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啊 他没有磕薄的样子 是长的比较高级的那种脸 像模特儿的高级脸 所以透过我的分析 他理解了为什么别人对他有这样误解 那他要怎么穿搭才能摆脱 有很多所谓的磕薄的印象 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暗淡的家庭主妇 那他进来之后他发现了自己购买东西的方向 还有测色以后他发现 因为他原本穿的衣服都很不适合他 是 名牌啊什么的 可是说你就不适合他 对 那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可能比较适合什么款式 然后什么颜色 他突然有方向了 他的眼神就亮起来 然后就开心了 那那时候我觉得得到的那个回馈 真的就是有一种幸福感 跟我当珠宝设计师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像是帮一个蒙上灰的珍珠 再重新让他发亮了 对对对 哇透过我们这个一个 比如说一个上了一个色彩分析的课程 就好像被打磨打亮了 是 然后再来我想要请老师来分享一下说 在我们自己这个品牌领域 初期我们是一个品牌设计师 我们一开始分享一些饰品 可是透过这些穿搭 让我们品牌有新的一个走向 我们来分享我们自己的短中长期的营运规划 好主要就是我有很多的客人 咨询的客人 那在他们做过一个咨询之后呢 他们可能在知道了自己适合什么 可是当他们要购买的时候 会遇到问题或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把我们的饰品分类成 测色完你可能会有一个 比如说你是甜美风 那我们的饰品可能就有归纳说 这是比较属于甜美风的 那还有冷暖色的分别 所以就是你要挑选的时候 所以会稍微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可以去做选择 那至少不会一次就是像 以前可能你没有办法选择 你保舍浪费了 就是这个不需要的费用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往后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会希望说可以培养一些想要对色彩有兴趣的 或对形象风格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创造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来让他们学习 因为在我要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这些资讯是非常难取得的 我在网络上搜寻 然后找了很多 然后有的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是不是适合的 那我觉得因为资讯的不透明 会造成很多误解 或是说你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里 或甚至选错了 那我们可能想要用一个比较完善的方式 跟透明的方式 让想学习的人有一个管道这样子 是 所以未来我们会有一个传承的方式 会把这样子的技术跟能力再分享给大家 那也很期待喔 那再来我请曼菲老师来分享 透过一个经营者 你觉得在一个经营者语入上面 您自己会怎么分享自己的一个经营者 在我还就是刚创业的初期 就是有朋友啊或是其他人知道说 我以前是珠宝设计师 然后好像是一个很光鲜的工作 收入也不错 他们都会觉得你好奇怪喔 你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做 你要来创业走一个很辛苦的路 但是我都是这样回答的 我都会说真的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都说做喜欢的事不辛苦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真的 你就是觉得你会很有活力 然后因为你是你喜欢的事情 你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又要去上班了 好无聊 或是说不是想做的 但为了要赚钱 所以要工作 需要有收入 你就去了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除了当然也有给我好的收入之外 我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觉得可以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人 让大家发现自己的美 对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 就是从创业以后 我觉得是把自己兴趣 以及我们真的能帮助到别人的这个部分 可以发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对 那再来就是我想要请我们 那边来分享 对于一个想要加入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嗯 很多人在创业一定 我觉得这是一条 真的也是一个辛苦的路啦 对 那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是 你就把挫折 当作是一种挑战 是 然后勇敢的去追梦 嗯 因为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各种 是 旅行旅行风景的一条路 那什么状况都会有啊 是 所以我们就去克服他去面对他 是 然后当作一个挑战 然后像蝴蝶破茧而出这样子 嗯 就勇敢的去飞翔这样子 是 不要去在意 比如说我演出遇到的风景是什么 是尽情的欣赏 对 然后还有这个过程 是 享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也期待大家 可以透过我们 在内学的一个创业故事哦 可以鼓励大家 都投入一个自己的兴趣也好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喜欢做的事情 是 就像我们的曼菲老师一样 对 谢谢我们曼菲老师带来创业故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